是 稍後再說吧,上車了,來吧 今天我收車怎麼樣? 自從上次被我罵完之後 再加上這段時間的地獄式訓練 你真的進步了很多 沒有以前的壞習慣 我覺得下星期的路試 我一定可以一踢過過程 可不可以一踢過過程 真是很講理 例如你考試當天 露面的情況好不好? 不好, 又或者你遇到的考牌 是否嚴格? 但最重要是你自己的臨場發揮如何 所以… 怕我考不出會怪你嗎? 我怕你又好像 對其他幾個教師師傅那樣對我 放心, 我肯定知道考牌 可以有很多突發事發生 我剛才的意思是 如果沒什麼不幸, 我可以一踢過過程 什麼意思呢? 你就算胖了也不會怪我 當然了, 胖就胖了 但是你要不要再考過 阿根, 這段時間你真的辛苦了 好… 我請你去我新威廉國, 吃飯很好 吃飯也可以慢慢再談 現在我還有一個地方要帶你去 來, 開車 因為很多考牌官和教師師傅 都是在這裡隨便出水 到時候他們會說學生和考生 有什麼地方犯錯 你吸收之後, 不要犯同一個錯誤 那就搞定了 帶我來這裡收風? 當然了 今天考路試 有個考生懶猶猶豫的 反手太過關了 還以為是車神, 我不就是肥胖 他太膨胖不當了 真是的 真的收到很多資料 恭喜阿昌師傅, 李師傅, 健師傅 三位考到這個二級考牌主任 想起當初沒了一份工作 整家人餐點黑食, 真的很徬徨 幸好, 天無絕人之路 現在算是找到一份好工作 日決都說完了 也是的 不過想起被阿龍這麼威風 把我唱到我雞毛壓決 我還是很不服氣 不知道是誰這麼不幸的教授他 以龍這麼威風的學習態度 他這輩子也欠不了棍子 那倒不是 他找了阿根叔來學車 聽說還學得恥無恥藥 接下來還要考牌 如果讓我考授他就好了 一有什麼意欲就肥胖他 肥胖他… 求神拜佛, 謙門今天信信你… 你看看你 是呀, 不知道以為你考牌的人是你 不好意思, 今天這個市場 其他考牌主任都射了 一會兒就只有你們三位考牌主任 辛苦你們了 沒問題 什麼名字? 龍錦威 可以開車, 考試開始 好… 爸爸, 爸爸, 大龍先生出了車了 看到了 看到了 妹妹, 龍這麼威風, 現在出發了 你那邊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爸爸 好 很多考牌生 看到你婆婆推的木頭車 衝出馬路, 她就會措手不及 於是在這個時候 考牌主任一定是幫忙 撞停車 那還用心嗎? 胖子吧 好 對不起, 有沒有失敗? 不要緊, 馬上進去Plan B 不要緊, 馬上進去 怎麼會有進攻? 大龍德懂得借牌主要轉彎 還有, 他懂得慢速 彌補和貨物太近的問題 他的技術簡直完美 完美 對了, 現在不是贊美他的時候 不用跟著, 爸爸 我們還有計劃 好, 阿水, 到你了 好的 交給我吧 好 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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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水 阿水, 阿水, 其實… 我通過了 你怎麼通過? 我給他通過的 阿水, 阿水, 你好 你以為我會因為私人恩怨而肥龍禁威? 怎麼會? 你們的後排官 個個都公平公正 一定不會公佈私仇的 我給他通過 因為我看到他龍禁威開車的時候 真的沒有出錯 他的駕駛態度和技術 跟以前很不一樣 進步了很多 怎麼開得這麼好? 阿水, 全靠阿根而已 正常的招數是對付不到這個金家樂的 仁哥, 你打算拼拼家樂生豬肉嗎? 非常時期, 要用非常瘦斷… 你弄到這個磁網敢 還被人影響, 擺出秘密網 不是我